你怎么做的? 我叫Kazer 然后我是专画那个水彩的 然后我的科系是商业插画系 可是因为我读完了过后 我发现到好像 不是我想要的 因为读了这个科系 只可以进去好像公司 做朝九晚五的工作 要打工这样子 而且在studio画的全部东西 是属于公司的 就是不可以自己 好像迫在我们自己的 portfolio 网站那些 所以一毕业过后 我就先出来自己画画看 然后累积了一定的作品 然后就参与比较多的 去宣传我自己的作品 然后开始建立我的网站 这样子 所以一开始的收入 比较不固定也比较少 每一天画一幅画 然后post在IG 这样子去增加曝光率 然后其实这个方法很有效 蛮多的不同国家的人 会来approach你 可能问你要不要帮他们画 这样子慢慢从这里建立 所以第一个我记得比较深刻的是 一个台湾的女生 她要开她的saloon 这样子 所以就请我画 几副她的人行立牌 还有发型这样子 所以那个是第一个 比较印象深刻 然后有收入的一个project 因为我有画很多商品 可能你走到哪里 都会看到有人 会佩戴我的那些插画的商品 他们就会很开心的说 这个是我喜欢的一个artist 这样子 然后从那个时候就慢慢feel到 数字不太有关系 因为数字就只是一个数字嘛 所以它是没有温度的 所以比较有温度的是 听到他们给你的comment 这样子 我比较印象深刻是 但是在早几年的时候 有一个女生 她可能有买了一个徽章 然后她去英国去旅行的时候 就有可能遇到一个外国人 然后那个外国人就有跟她说 这个徽章很漂亮 可不可以给我这个徽章 我跟你买 然后那女生说 哦不行 这是我在马来西亚 一个很喜欢的artist 买的 然后她就讲 像我出三倍的价格跟你买 结果那个女孩子 还是说我不想要卖 这样子 我就只喜欢这个 我就觉得很开心 他们喜欢我的作品 我从小唯一做的事情 就是画画 可能有担心过 可是我的父母很支持我啦 他们可能会跟我说 你先再坚持一下 可能之后就会慢慢会好转 这样子 所以一路以来 他们都有给我很多的心灵上的支持 有一段时间 好像是真的是觉得走不下去 我好像只是剩下一点点钱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看到台湾有一个展览 然后我就把剩下的钱 全部就是放给这个展览 我就做了很多的商品 这样子 就想说 如果真的是 真的是很难找收入的话 我就觉得回来 就开始找一份工作 可是没有想到 一去到台湾 我的东西就在那边全部被买完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慢慢有一点自信 然后从台湾回来过 就有一笔小资金 再慢慢发展更多 然后走到现在 就比较多元化一点 马来西亚的艺术家 普遍面对被压价的问题 然后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的问题 刚刚毕业出来的人 他们因为很新嘛 所以可能有人提供他们 做一些免费的工作 免费的工作 他们就会照做 因为他们有要求那个曝光率 然后给的那些人 可能他们也没有太大的那个市场 可以去真的是去传 他们只是纯粹要拿那个好处 然后就把整个市场 就是打到比较烂一点 所以其实很多人 他们收的价格非常便宜 然后不够他们支撑 他们的那个日常开销嘛 所以到最后 他们就会有一个结论出来 就是在本地做艺术 找不到赤这样子 几年前在Paprika的时候 我卖Postcard 我就遇到一个叔叔 他就拿着我的Postcard 他就看这个东西才卖几块钱 他讲这样子能做多少年 你才可以买到一间屋子 就有点讽刺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本地的人 对于艺术这块的看法 他们没有支持 可是他们是比较打压的心态 直到近几年 好像你有看到我最近 有写一个Post嘛 就发现到 本地的华人 也是对这块东西有改观的 我就觉得是有进步很多 对 不要太着急 要用这个东西去换钱 因为如果是这个形态的话 画是不会好看的 一定要先喜欢自己的东西 有要求 然后当别人开始offer 其实他们可以用钱 来给你换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开始去想 无论你要找工 或者是你要请人 都可以来到铁饭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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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